这条Manservation的题目 它就这样讲的 现在有两个的容器 一个是圆柱体Cylinder 另一个就是圆锥体Cone 一开始 圆柱体就没有水的Empty Cone就是Full of water 变成水就由这里倒下来 变成现在这个Volum of water 其实就是等于 这一个Full of water的Volum 可以设定一个Equation 应该化简完就会得到这一条Cubic 好了 首先 这个A1 这个圆柱体的Volum 如何去认为 这个圆柱体Volum 其实很容易 就是Pi 6Square 乘成h 就是圆柱体的Volum 这个Volum 这样就会等于这个Full of water Full of water的Volum 我可以这样计算的 就是三分一Pi Volum 这个就是整个Cone的Volum 但是我会用1-1 减什么呢? 就是减走这个小Cone 占整个大Cone的Volum 你看到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h加5 所以我就减走h加5 OVERA24的三次方 这样的样子 这一招大家可以学一学 说多一次 我现在固住这个 就是整个大Cone的Volum 1就是整体 因为这两个Cone 它们是simular的 所以它们的Volum Volum 就会是heightVolum的三次方 那我就减走这个小Cone 占整个大Cone的Volum 这个就是Full of water 占整个大Cone的比例 接着我现在就要将 这条Set化解它 那两边都有Pi 先约一约 那这里就36h 右边就是3分1 乘9 Square乘24 就6400 然后呢 1减就照抄先 接着呢 36和6400 应该有东西要约的 约完之后 就只剩下18 那就会得到 h除18 就等于1-h加5 over24的三次方 那这条Set呢 我们现在要化解它 就是h除18 等于1-h加5over3次方 再over24的三次方 那我就呢 这三个东西呢 同时乘24的三次方 那这个呢就是7-6-8-h 我将h加5的三次方 那方便起见呢 我将h加5的三次方 就搬过去左边 现在呢就要expand 这条件呢 这条件呢 就可以这样expand 就是 其实它是 2次方 再乘1次方 那就是h square 加10h加25 再乘h加5 再加7-6-8-h 就等于1-3-8-2-4 就等于1-3-8-2-4 好了 那这儿呢 就再expand 这个再expand 那就是h3次加10h 2次加25h 那我就乘个h进去先 再乘个5进去 就是50h加 sorry 再乘个5进去呢 就应该是 5h square 加50h 加1-2-5 那我再加这个7-6-8h 就等于1-3-8-2-4 好了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这些东西呢 就直接 某程度上 就是 有个h3次先 接着15个h square 然后 25加50 再加7-6-8 25加50 加7-6-8 就是8-4-3 接着125-13-8-2-4 就是-13-6-9-9 等于0 那就做完A1 这条 接着呢 就去回A2 那A2呢 呃 现在呢 这个东西呢 尤其是medford of bisexual 其实DSE 就已经out了C 所以就可以 不用管了 现在我们已经out了C 直接不做就可以了 这个 接着到pubboy了 pubboy呢 有很多人经常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呢 它的situation呢 和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呢 就是呢 现在它就cut了这个头 原本一开始呢 这个东西呢 都是满水的 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first 它就把这里的水呢 就倒了过来 你想一下呢 其实 这里的volume 和这里的volume 是一样的 你倒了过来之后呢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这两个东西呢 volume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我再说多次 因为呢 你可以想一下呢 其实你就当呢 下面这个位呢 就有块石头 那 那 原本呢 就是水来的意思 原本就是水来的 但是这堆水本身都不动的啦 这堆水都没有transfer过来 本身我当你 这里满水啦 这里满水啦 是不是 一开始满水啦 那你一开始满水 将这堆水倒过来之后 其实这块东西是不动的 无论它是水也好 一个solid也好 一个石头也好 也好 这块东西是不动的 那所以如果我们 在下面这个空里 当这块东西是不动的话 其实就和上面这里 这个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不动 去到下面都是不动 只不过下面是水 下面变了石 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 任何的计算 是绝对不会影响到的 那然后呢 他就说是一个叫做 same horizontal level 现在都是 那你只不过将这块东西 落了去地底而已 那现在是same horizontal level 原本是same horizontal level 对不对 原本你可以这样画一条线 这块东西就在地底 只不过原本是水 现在是石头而已 所以呢 这里的deft of water 其实和a2 计出来应该是一样的 那a2呢 因为你是 叫做勾了c 是吧 所以你可能 未必计算到 那不要紧要的 那 那我将a2的答案 写回一次给你看 就是11.8 那你照叉就可以了 或者你写回 就是 答案就是a2的答案 那就是11.8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